第五千九百二十集 一路飞行 很快夜晨回到庄小妍等人的身边 夜大哥 你可送回来了 庄小妍大喜 她和夏若雪 魏影等人 一直在等候着夜晨 见夜晨安然无恙地归来 自是大喜 夏若雪道 夜晨 你得到了什么机缘 她隐隐之间感到夜晨 似乎得到了什么大机缘 大造化 夜晨笑道 迟点再说 我们先去诸神战场的核心地带 可不能让那三道大机缘 被别人抢去了 众人点点头 都知道那三道大机缘的重要 当下便迅速动身 向着诸神战场的核心地带奔去 众人一路奔行 这片逆神战场的黑暗气息 却在不断地衰退 猪般魔物 咆哮惨叫 纷纷随风湮灭 庄小妍 夏若雪 魏影等人 见到这一幕皆是惊奇 只有夜晨知道 是自己杀掉了那黑暗神龙 解决掉黑暗霍乱的根源 所以让得逆神战场的黑暗气息 不断地衰退湮灭 很快 夜晨一行人 已经看到了逆神战场的尽头 诸神战场的核心地带 无数天才地宝的大气象 也涌入众人的眼中 众人心中欣喜 加快速度 想抵达那核心地带的区域 此时在那核心区域之中 已经有不少舞者在活动了 他们都带着兴奋的神色 不断收集着周围的天才地宝资源 夜晨一行人也想过去收取 但这个时候 一道带着无限眷恋 无限追思 无限情绪的声音 传入众人的耳朵里 姐姐 前方的虚空中 一道倩影身穿素色衣裙 赤着双足 缓缓从空中降落下来 这是一个少女 看起来是如此的柔弱 目光带着无限的凄苦 但夜晨看到这个少女 却是内心大振 因为她认得这个少女 竟然是死神教团的护法 代号沙漏 轮回阵营之中 也有几个强者 认出了少女的身份 齐齐惊呼道 沙漏 居然是你 庄小妍更是失声惊呼叫道 妹妹 这个沙漏少女 也正是她的妹妹 庄小月 当年堕入黑暗 庄小妍能清楚地感受到 在自己妹妹的身上 有一条幻想的血脉 那正是皱光血脉 为了复活她 庄小月幻想出了这条血脉 她想要逆转时间 逆转生死 将姐姐复活 姐姐 庄小月踏空而来 眼里带着无限思念 她在看到庄小妍之后 过去许多记忆都复苏了 一目目往事 涌上心头 她此时连说话的声音 都在颤抖 跟我回去 无时空吧 姐姐 庄小月轻声道 伸手想去拉 庄小妍的手 庄小妍却是后退 退到夜晨的身边 看了看夜晨 又看了看庄小月道 不 妹妹 我还没到回去的时候 她刚刚复活没多久 实力还没有恢复 还需要在现实世界 多多磨练 要是贸然回归 无无时空的话 以她目前的实力 恐怕会处处碰壁 而且她已经与夜晨 有了极为密切的关系 自然也不想离开夜晨 庄小月身躯一颤 目光带着一丝冷冽 看了夜晨一眼道 姐姐 你被她迷惑了 庄小妍忙道 没有妹妹 四神教团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干脆弃暗投明 和我一起归顺轮回之主 闻言 庄小月却是冷淡一笑 目光在夜晨下若雪 卫影 还有万火界的使者 轮回阵营诸多舞者的身上 一一扫过 眼底下渐渐 有杀鸡浮现而出 说道 姐姐 你已经被轮回之主迷惑 我杀光他们 你就能恢复清醒 话音落下 在庄小月身后 骤然灵气爆炸 浮现出了一道 巨大壮观的沙漏图腾 无边无际的神明威压 从她的躯体上绽放而出 令得整个逆神战场 都是剧烈震荡起来 神道静 夜晨脸色一变 就感到此刻 庄小月所爆发出的气息 居然达到了 神道静一层天的地步 本来在现实法则的限制下 一般无无时空的强者 降临到现实世界后 实力会被限制到先帝巅峰 虽说如今规则松动 有可能达到神道静的地步 但毕竟艰难 并不容易做到 但是这地方 可是传说中的诸神战场 在这片秘境里 现实世界的限制更为薄弱 庄小月竟直接拥有了 神道静的修为水准 要知道 上次夜晨在符文圣地里面 和庄小月争夺万件神星 那时候的她 还不能发挥神道静的力量 但是现在 在诸神战场之中 她直接爆发了 神道静的威严 实在是太过恐怖 神明的气息一释放出来 就领得漫天雷霆滚滚 乌云压底 珠湾不可名状的浩瀚气象在沸腾 空间也扭曲了起来 狂风骤起 飞沙走石 一道银白色的光柱 从庄小月的头顶上冲起 贯穿了苍天 显化出沙漏 日轨 星月 等等诸般瑰丽的景象 夜晨夏若雪 魏影 庄小岩等人 巨视震撼 深深感到了 庄小月气息的强大 而此时 在诸神战场的核心地带 天女 姑苏语 崇阳真人 萧星河 还有诸多进入秘境的舞者们 也是感受到了 这股惊天的气息 神道境的气息 伟大的气象 让得全场所有人 都是错愕震撼 那是神道境的高手 无无时空有人降临下来了 这怎么可能 诸神战场的消息 不是没有传到无无时空吗 是谁 死神教团的护法 杀漏 啊 他想杀轮回之主 轮回之主死定了 无数惊叹的议论声响起 所有人隐隐捕捉到天机 知道这股气息的源头 正是沙漏 庄小月 整个诸神战场里的人 都能感受到 庄小月的杀意 那是针对夜晨的杀意 神道境一层天的高手 那就是真正的神明 夜晨战斗力虽强悍 足以逆伐先帝强者 但面对神道境一层天 没人觉得他 有战胜的机会 天女惊悚 下意识地想走向 逆神战场 却被姑苏语拉住 姑苏语道 算了 师妹 如果轮回之主死了 那也是好事 天女银牙一咬道 我不信他会死 此时逆神战场之中 庄小月将自身的气息 尽数爆发而出 无数日月星辰的伟大气象 环绕着他身躯旋转着 可惜 这是神道境一层天 庄小月发出了一声叹息 其实他真实的修为 远远超过神道境 不过在这片诸神战场里 最多也只能发挥 神道境一层天的实力 嗯 下卫神 应该也够了 庄小月纤细地手掌 微微地握了握 感受着自己体内流淌的力量 目光里杀鸡越来越浓烈 盯着夜尘 神道境就是下卫神 以下卫神的威能 要对付夜尘 这个天玄境六层天的舞者 怎么看都是必胜 妹妹 不要 感受到庄小月眼里的杀意 庄小岩大是惊恐 快步地冲过去 想要去抱住她 姐姐 你好好看着吧 我会将这里所有人 全部杀光 他们迷惑了你 都该死 等他们都死了 我会带你去吴时空 我们回家 宠镇吴区家族的荣耀 庄小岩所有记忆都恢复了 知道自己在堕入黑暗前 曾经是吴缺家族的人 如今的吴缺家族 比起巅峰时候 已经衰弱了许多 但是她有信心 可以和庄小岩一起振兴家族 看到庄小岩想冲过来 庄小岩一挥手 一条时间法则锁链 飞落而出 当场就将庄小岩捆住 让她无法动弹 夏若雪 魏影 还有诸多轮回阵营的舞者们 感知到危险 想过去与夜晨并肩作战 但却见庄小岩挥手 布下一道道空气墙 将他们全部阻挡住 所有人都被隔绝开去 在场地最中央 只剩下庄小岩和夜晨两人 轮回这拙 你有什么遗言 庄小岩盯着夜晨 冷冷道 夜晨深深地感受到了威胁 神道境的威压 简直如天地风雷般的猛烈 她浑身骨骼 在这股压力之下 都是咔嚓嚓地响动起来 你觉得你能杀死我 虽然压力巨大 但夜晨并不慌乱 微微笑了笑道 我承认你很强 天玄境六层天 就能逆伐先帝 但这般越级作战 也是有极限的 你的极限就是逆伐先帝 还没资格与神道境抗后 庄小岩一声轻贺 体内幻想的咒光血脉 力量尽数爆发出来 化作一片银白色的时间领域 将自己和夜晨笼罩进去 夏若雪 魏影 庄小岩等人 也遭到这片时间领域的波及 身躯一阵僵硬 却是身体的时间被静止了 难以动弹 夜晨也感到身躯僵直 周围的时间 好像流逝得非常缓慢 比正常时候缓慢了千万倍 在这般缓慢的时间流速之下 夜晨感到呼吸窒息 浑身都提不起力气 连思维好像都被减速了 整个人变得无比迟钝 你曾经饶过我性命 但你电窝了我姐姐 我们之间也算扯平了 我给你一个痛快 庄小岩眼眸冷冽 骤然出手 先手破空击出 银白光芒闪烁 在这片时间领域之中 她的时间被加速了 攻击动作看起来比寻常时候 迅捷了数百倍 迅猛灵力如风雷闪电 夜晨却是浑身迟滞 面对庄小岳的攻击 顿时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感谢观看起来 安静 似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